嗨,哈喽,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苏珊,大家好,认真的女人最美丽,慈悲就是善化众生,推广教育,成就众生圆满,广不善应不宜余力, 如果您是台中人,或者常常走访台中这个城市,您一定曾经注意过台中公车上玉皇不动产的广告,创办人黄明白董事长热心公益,关怀弱势不遗余力,黄明白表示,他想做的善事很多,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,他希望能顺利进入立法院后,好好集聚台湾各界的贤德一起广行善事, 因此,他不靠政党的力量,也不受到台湾既得利益者的操控及影响,黄明白董事长毅然投入2020立法委员的选举,期盼获得更多的支持与鼓励,让他能整合并合理分配台湾各式各样的资源,帮助台湾更多的独居老人以及贫困、弱势的家庭。 记者邹志忠报道 亲爱好朋友,大家好,我是台中市北区北断区,里面有个好专人,不明别,黄明白,我在地的服务已经20几年了,拜托大家,打我一票,支持我,让我可以顺利,动算备合,备合8号,黄明白, 分享大家的支持,拜托大家,帮忙明别,领利起着国会,让我有这份理念哦,可以帮忙很多人,让我继续做这份理念哦,这份苦励。 我是北区北断区6月候选人8号黄明白,黄明白,黄明白,主张补助国民旅游津贴,推动环境教育,并提倡社区小旅行合法化,让环境保护从光光及教育做起, 爱环境还可以促进台湾观光 请你支持8号红云白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让我们瞧希望的中央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教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了庄东洋 自己杀了下秋冬 让宇宙换不了天庄 叫太阳不息虫 让欢喜代替了爱愁呀 微笑不会再害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